哎 家有三年爱 郎中不用来 天气变暖和了 总在家门口挂这些花花草草的话 会招来蚊虫的 嗯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挂碍草不仅不会招来蚊虫 反而还有驱虫辟邪的作用呢 辟邪 一听就是封建迷信 应该不会是被人忽悠了 把这个当成什么包治百病的灵药买回来的吧 我可真是比豆鹅还冤 在前面挂碍草的习俗都延续几千年了 现在居然有人把我当江湖骗子 怎么 不服气啊 你要是能拿出证据 证明艾草辟邪这事有科学依据 大家自然都会相信你 虽然听起来不靠谱 但用现代医学来解释 所谓的邪气其实不就是病毒和细菌吗 这么说也不是没有蛋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能消毒杀菌哦 嗯 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啊都是成分的啊 让我来告诉你吧 艾草的挥发性成分主要有挥发油 黄头 胺术丸和三菊类 这些成分对多种致病细菌以及病毒 有抑制或灭纱作用 所以说加油艾草如有一宝 有我在感冒咳嗽这种小病 还不轻易度拿捏 确实是好东西 不过这有什么问题 还是得老老实实去看医生才行啊 春暖花开的日子 你叹什么气啊 哎 就是因为春天百花齐放 大家开得好好的 而我却被这些虫子害成了这副惨样子 你说我能不愁吗 我还以为你有啥大事呢 感情就这啊 什么就这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好吗 果然 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你别担心 我有办法 大哥 你拿啤酒吧 现在是喝酒的时候吗 难道你没听说过 借酒叫丑 丑更丑吗 你就瞧好了吧 看 我没说错吧 没想到你还真有两把刷子 我感觉现在好多了 小小蚂蚁也敢在我身上作乱 啤酒中还富含多种营养物质 能让植物长得更精神 不仅花色更鲜艳 花香也会更浓郁 适量喷一喷 好处少不了 姐姐 大晚上你怎么一点都不困呀 我现在可不能睡 我要为等会的采摘做准备 可是采摘不都是在白天吗 妹妹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姐姐我呀 可是公认的月下美人 从采摘 加工到晾干 都只能在月光下进行 而且采摘的人也只能是年轻貌美的少女 这样才能保证我的独特风味 今年这白茶长得真好 你是谁 怕我干什么 我当然是来采茶的呀 难道你不知道我月下美人 只能有女生来采吗 少装高贵了 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传说了 现在叫你月下美人可不是这个原因 这风干后的白茶 夜面呈黑色 夜背呈白色 就像一轮明月照在黑夜当中一样 这才是现在意义里的月下美人 青儿不寒 淡儿不薄 鲜香甜醇 滋味迷人 真是好茶呀 我跟你说 我发现了一个好地方 跟我们兄弟两个一辈子不愁吃喝了 你可别骗我 人类防我们防得越来越厉害 我现在每天都只想躺平 懒得出去觅食 我要是大老远到你这儿来以后 发现你耍我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果然是个好地方 可惜我的父母年纪太大 要不然能让它们一起过来该多好 别想那么多了 我们先过去看看 你们是谁 怎么会在我的地盘上 这你可管不着 哦 我说这花怎么最近长势不好 原来是有牙虫 多这么喷几次 让洗衣粉堵塞牙虫的气孔 没了牙虫应该就能好起来 我还没打电话回家报平安呢 身上没有牙虫的感觉真好啊 40度高温 老天爷不假无得 大哥 我们不会晒成干事吗 不会 这个省白天热 晚上就凉快了 大哥 你不是说晚上就凉快了吗 咋还是这么闷热呢 这是百年难遇的高温天际 咱也没高温补贴 忍忍吧 忍忍 我们苦味素可顶不住了 兄弟们 出来呀 你们要干什么 温度太高 你们内分泌已经失调了 我要让你们变苦 我不要变苦 大哥 这咋办啊 小事情 别担心 咱们黄瓜生长过程中 遇到持续30度以上的高温 和13度以下低温天气 或者夜间温度过高 昼夜温差小 不味素就会增多的 我们兄弟帮你们变得更苦 你们就不用被两脚兽吃掉了 这不挺好的 看来持续高温 对咱们也有好处啊 哎呀 好苦啊 这黄瓜真娇气 热也不行 冷也不行 以后得棚内种植 好好控制温度才行 你居然直接把核桃壳 扔进垃圾桶里 简直是抱歉天悟啊 不就扔个核桃壳吗 你至于这么一惊一塌的吗 你不要给我 它可是有妙用的 弄个垃圾的 它能有啥用啊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干什么你啊 哥把你放心里 你居然把哥埋土里 点心为核桃大哥 送来的999养分 哇 这花竟然开得这么好了 核桃壳打底充当绿水层 不仅增加了花盆的 透气性和排水性 保护了花的根系 还有不少的微量元素 花一吸收自然就找好了 不过你先别着急惊讶 核桃壳可不止这一种用法呢 疼了疼 埋土里还不够 还要让我粉身碎骨 将核桃壳碎片 平铺在花盆表面土上 可以减少水分蒸发 保持土壤的湿度 这 这还是原来那盆 冰洋洋的花 那当然 如假包换 没想到核桃壳的用处这么大 这下我家的多多宝宝有救了 厨房里有猫猫虫啊 虫子在哪呢 袋子里不全是吗 哪里的猫猫虫还会用袋子装好啊 这是我专程买回来准备炒腊肉吃的核桃花 我吃过核桃仁 喝过核桃奶 还是第一次听说核桃花也能吃呢 不仅能吃 味道还很不错哦 反正你来都来了 就帮我一起摘了菜再走吧 行吧 你在干什么 核桃花就是吃花梗的 这样啊 我第一次见嘛 你又不早说 你刚才说这是买回来炒腊肉吃的 我怎么没看到腊肉 别着急 今天只是先把它们放进开水里煮一下 煮过以后还不能吃吗 这些花梗煮过以后还要浸泡五六天 而且每天都要换水 最后才能拿出来炒着吃 或者和香醉一起凉拌 那你到时候做好了 记得叫上我来吃啊 当初跟着他回家的时候 看他一想买这么多 还以为是我的真爱粉 结果这么多天 对我不闻不问 我才知道 他根本就是个囤货狂人 一听说超市打折 就忍不住都买回来了 用也用不完 只能堆在这里 过两天估计都坏了 你这样把我扔在这里 当然容易坏掉 能给这么大的空间给你待着 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还想怎么样 我的僵身还没有发挥价值啊 早知道 还不如烂在超市的火架上 我有个办法 你不如把我放进米缸里 不行 把你放进去 米放哪里啊 我的意思是让你把我埋进泥里 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 这样可以隔绝空气 保持干燥 我就可以多保存一段时间 同时还能让大米捕生虫子 可谓是一举两得 你不早说 这里怎么还漏掉了一块 这都已经发霉了 看来用大米保存生姜还是很有用的 我来说